媒体报道有误 里面的剧情呢 显然都是编出来的 否认 否认 再否认 提到接隔魁 台南市长赖清德搬出媒体胡扯说 但这剧本也并非空穴来风 绿营为了打赢2018选战 供固政权 中央施政得先赢回民心 打出赖清德这张牌 取代林权担任隔魁 成了最好选项 同为新潮流派系的立委许智杰 点出变局 搬出国家为重这棋子 赖清德点头的机会 可能不是没有 但这张牌一出牵动的 却是民进党内部 唯妙的政治变化 他会接的话 是基于新潮流跟蔡英文的对弈 也就是他们的争斗之间的产物 赖清德是新潮流最强的一只棋子 赖清德曾经跟他最亲密的朋友讲说 行政院长的寿命最多两年 他就要阵亡了 他是不会接的 但是在派系的利益之下 可能会接的话 有人讲九月我想应该是在过年 2010年赖清德选上台南市长后 便展开和台南长达七年的深耕之路 如今若要北上街隔魁 这派系人马是否也要重新盘算 行政院长有一定程度的基要人员任用你 如果我的理解没有错 大概是五六位 这个事务人员就会还能够帮他布局台北或新北 这未免人数也太少了吧 但是我们不希望代理市长的人选出现后 会对大家的这个 下2018的这个市长 初选提名布局产生影响 因为我相信党中央跟这个蔡总统 然后蔡主席应该是公正的 为了2018及2020的政权保卫战 绿营上下都有压力 但毕竟现任行政院长明权 是蔡英文总统千呼万唤找来的 纵然市政民调不给力 要下台也要有完美台阶下 一旦赖清德点头接下隔魁 寿命仇主战斗内阁 未来如何利用个人魅力拉升 蔡政府民调 将成为赖清德能否一路向上的 关键挑战 欢迎新闻 中文报道 中文报道 中文报道